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的点呢 它经过的所有路径呢 的总值 是要等于题目给我们的总值 那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它这个路径呢 不一定是要从我们的root 就是从我们的最顶点开始 或者是到叶子点 在中间的话呢 都可以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题目给的第一个例子 它有一个tree 然后sum是8 总值是8 然后output有什么 有5 3 5算我们看到是在这中间对吧 是从10这个顶点到3 这经过了所有路径的中间的5跟3 就像题目说了 起点不一定是要从顶点 或者是从叶子点开始 所以中间5跟3 5加3是8 然后第二个呢 是5 2还有-1 不是 5 2跟1 所以看到是这一个地方 5加2加1是等于8 然后第三个呢 是-3跟1 也就是我们右边看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就是只要 然后经过的路径中呢 有点加起来的值等于题目给我们的sum的话呢 它就符合我们的条件 那我们找到的数值就要再加1 所以这边我们找到三个 所以我们最后是return3 好 了解题目的意思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 先来看一下重点 这也就像刚刚题目说的 我们的经过的path 我们不一定要从root开始 也不一定要停在我们的页子点上面 那换句话说呢 什么意思 就是只要我们的path里面 它加起来的值是等于题目给的sum的话呢 那我们就找到题目的要求了 那我们的结果就要加1对吧 那最主要事物是什么 经过上面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我们是要从尾巴开始去往前加 什么意思呢 如果看一下题目刚刚的output output是什么 5 3然后5 2 1然后3到11对吧 我们经过的点 既然不能从上面往下算的话 就不一定是从顶点开始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尾巴开始算 因为尾巴会是我们当前的最新的一个经过的点 我们看一下怎么得到5跟3的 我们一开始从10开始对吧 那10走到5 我们从尾巴开始加 5加10等于15对吧 所以不符合 因为我们的上是8 然后再继续找来到3这个位置 3加5 你会发现什么 3加5等于8了对吧 跟我们题目的值一样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经过路径了对吧 那我们再继续往前看的话呢 我们再往左边看 来到3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尾巴开始往前加 3加3等于6 6加5等于什么 等于11 就不符合了对吧 那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今天已经往右边走 我们5走到2这边 2加5是等于7 那1呢 1加2等于3 然后3再加5是等于8 所以这路径也符合 所以主要重点就是什么 我们要从尾巴往前加 那如果值是等于sum的话呢 那我们结果的count就加1对吧 因为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配对 那再次强调 为什么要从尾巴往前加呢 因为我们的尾巴 会一直是我们经过的点的最新的值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我们DFS模板思路对吧 我们DFS呢 我们主要要有一个小帮手 然后把东西递出去给我们小帮手 当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再return回来给我们 那我们在小帮手我们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一定要确认我们目前的点 是不是一个空的值对吧 如果是空的值的话 我们就return0对吧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找出 有几个路径 是加里面的点 加起来是等于我们的题目 给我们的sum 所以既然点是空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return0 如果不是空的话呢 我们就去append 就把目前经过的点 加到我们的current path里面 对吧 这是一个DFS的模板 之前也做过很多次 然后呢 我们还要定义什么 然后去定义我们的结果 我们每一次小帮手 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呢 它的结果值跟经过的总和值呢 都是0 然后有了这个结果值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去由尾巴去往前加 那尾巴往前加的时候呢 我们要边去比 边去 看说 如果 加起来的值是等于上的话 那我们的结果的count就要加1对吧 那算完 经过的路径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继续往左边去找 然后再往右边去找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DFS 所以我们一直往左边去找 左边找完之后再往右边去找 所以 这边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再次去呼叫我们的小帮手 那当左边右边都找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更新我们经过的点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工作做完 我们要把我们的结果return回去 那在return回去之前呢 我们要把经过的点去更新对吧 我们要把 目前经过的点把它去消掉 因为当我们return到回去之前的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点已经是不经过了 然后呢 更新完之后 我们叫return我们的值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了这个失录之后呢 现在用这个失录 把题目画出来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个目前的点 我们就加cn 就是current note 然后目前经过的点呢 我们叫它current path 然后简称为cp 结果呢 我们叫它path count好了 然后经过的总和呢 我们这边叫它path sum 那目前的点呢 是什么 是10对吧 我们一开始从10开始 那10 是不是空 10不是空对吧 所以我们经过的点要append一个值 就是把10 append进去 把10append进去之后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我们刚刚说的对吧 结果我们一开始把它定义成收视0 那经过的总和呢 也把它定义成为0 好 那有了这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干嘛 我们要去算我们经过的总和 对吧 我们要从尾巴开始去算 所以呢 10 0加上10等于多少 等于10 10有没有等于我们的上 没有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去更新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开始往左边去找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往左边去找 我们把cn 画出来 cn是什么 10往左边是什么 5对吧 然后cp 现在不知道 然后pc跟ps 所以5是不是空的值 5不是空的值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current path append append5 然后pc path count目前是0 然后path sum 目前还是0 然后呢 我们干嘛 我们开始从尾巴往前加 对吧 0加上5 因为5是尾巴对吧 所以加上5等于多少 等于5 有没有等于8 没有等于8 那5再加上10 等于多少 等于15 有没有等于8 没有等于8 对吧 所以我们都加完了 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继续往左边去看 再往左边看的时候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current node有什么 有3 然后current path 3是不是空 3不是空 对吧 所以我们pass 就有什么 5 有10 5 还有什么 还有3 然后呢 pass count 一样等于0 pass sum 一开始也一样 等于0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干嘛 从尾巴开始加 对吧 所以0加3 等于多少 等于3 3再加5 等于多少 等于8 我们发现什么 8跟我们的sum 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pass count 叫加1 pass count 就变成1 然后呢 8再加10 等于多少 等于18 18跟我们的sum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再往左边看 往左边看之后 我们又有什么 我们cn 又来到一个3 然后cp呢 3是不是空 3不是空 对吧 所以我们把 我们的current path 要在account 要在append 3进去 要把3加进去 然后pc呢 一样是0 ps 一样是0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干嘛 我们要开始计算尾巴 对吧 所以呢 0 加上3 等于3 对吧 现在这边 然后又碰到一个3 对 3 再加上3 等于多少 等于6 然后来到5 6加5 等于11 还是都没有等于8 对吧 然后11加什么 加10 等于多少 等于21 还是没有等于8 对吧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什么 往左边看 往左边看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current note 是一个什么 是空的值 对吧 所以直接return0回来 那往右边看 我们发现什么 3的右边跟左边 都是一个空的值 对吧 所以呢 return什么 return0回来 return0回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什么 3的左边跟右边 都已经找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return回去 return回去也是return一个0回来 但不要忘记什么 return回去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current path 做一个更新 所以把3消掉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current path 还是跟之前保持一样 不会有一个多余的3 然后呢 3找完左边之后 再找它的右边 它右边有什么 它右边有-2 -2是不是一个空的值 不是对吧 所以我们current path 要做一个更新 所以15 3 然后-2 然后pc这时候还是0 path count 然后path sum 这时候也还是0 开始从尾巴去加 0加上什么 -2等于-2 对吧 然后呢 -2加上3 等于多少 等于1 也都不等于 题目给我们的sum 是8 不等于8对吧 然后1加上5呢 等于多少 等于6 不等于8 然后6再加上10 等于多少 等于16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往回加的值呢 都没有等于8的 所以我们就往左边看 往左边跟右边看 你会发现什么 -2的左边跟右边 都是空的值 对吧 所以自然什么 就return 0回来 右边走 也是空的值 所以return0回来 然后都找完之后呢 我们要返回回去 返回之前呢 我们做一个更新 我们把current path的-2呢 把它削掉 削掉之后 我们才可以return回来 return0回来之后呢 5 3的左边跟右边 都找完了 对吧 所以3要return回去 return之前呢 不要忘记把3给削掉 然后这边return1回去 return1回来之后呢 5这边的path 看了就什么 变成1了 对吧 然后current path 还是一样是10跟5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更新 所以这边 我们还是会有正确的current path 然后5再去往 右边去看 会看到什么 会看到2 对吧 然后呢 current path 2是不是空 不是空 对吧 所以把current path加进去 所以就15 2 然后pc 这时候呢 也一样是0 然后ps 一样是0 开始往前加 0加上2 等于2 等于8 不等于8 对吧 然后2 加上5 等于7 7也是不等于8 所以我们继续往上加 10加7 等于多少 我这边是不是写错了 10跟2 哦 没有错 对 一开始是2 所以17加10等于多少 等于17 17有没有等于8 不等于8 对吧 所以我们再从2 往左边去看 那你会发现什么 2的左边这边 是个空的值 对吧 所以是一个 如果 所以我们直接返回0 然后2再往他的右边看 我们会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有 7n是1 然后current path呢 1是不是空的值 不是空的值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1 加到我们的current path里面 所以我们就有15 2 再加上1 然后path count一样是0 然后path sum呢 也一样是0 那么开始往前加 从尾巴往前加 10加1 那不是 0加1等于多少 等于1 然后1 加上2 等于多少 等于3 3加上5 等于8 我们发现什么 8跟题目 给我们的sum 是一样的值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path count呢 要加1 就变成1 然后呢 8 再加上10 等于多少 等于18 18没有等于8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往左边去找 左边去找呢 发现什么 发现1的左边跟右边 都是一个空的值 对吧 空的值的话呢 就return0回来 然后也return0回来 然后发现2的左边跟 呃 发现1的左边跟右边呢 都已经找过了 所以我们要return回去 那return之前呢 别忘记 我们要把1 pop掉 因为它已经不算经过了点了 那return回去呢 我们的pathcount是1 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1回去 return1回去呢 2的左边跟右边 也都找完了 所以呢 2也要return回去 别忘记 这边pathcount变成1了 因为我们1这边return回来 给我们的2 然后呢 2把该做的事情也做完了 它也要return回去 return之前呢 把currentpath做一个更新 把2拿掉 然后return我们的pathcount回去 这边是1 所以当return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pathcount左边是1 右边也是1 两个加起来就是2 对吧 所以我们 5要return回去 因为5的左边 又跟右边都找完了 然后记得pass currentpath做一个更新 把5消掉之后呢 我们返回去 最原本的地方 返回去2 所以我们这边 pathcount结果呢 就有2 然后呢 10再去往它的 右边看 往它右边看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currentpath currentnote是-3 然后currentpath-3是不是空的值 不是空的值对吧 所以我们要更新 所以10跟-3是我们的currentpath 然后pathcount也是0 然后pathsum也一样还是0 然后呢 我们开始去干嘛 从尾巴往前加 对吧 所以10 0 加上什么 加上 -3 就等于-3 然后-3加上10呢 等于多少 等于7 这两个数字都没有等于8的 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对我们的pathcount 然后做一个更新 所以我们往我们的左边看 左边我们会发现什么 左边是个nude的值对吧 因为3的左边是一个 -3的左边是一个空的值 所以return回去0 然后呢 -3再往它的右边去看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currentpath currentnote是11 11是不是一个空的值 11不是空的值对吧 所以我们currentpath 要去做一个更新 所以加上我们的11 然后呢 pathcount呢 一样是0 然后pathsum一样是0 然后开始从尾巴往前加 0加上11 等于多少 等于11 然后11加上什么 -3等于多少 等于8 8是不是跟题目跟我们上一样 一样对吧 所以我们pathcount 要更新 加上1 然后呢 再继续往前加8 加上10 等于多少 等于18 那18跟我们的8不一样 然后呢 11要去往它的左边看 发现什么 11的左边是空的值 所以return0回去 11的右边也是一个空的值 所以return0回去 那11的左边跟右边都找完了 事情做完之后呢 11也要把结果返回回去 返回回去之前呢 不要忘记 把currentpath做一个更新 把11拿掉 那我们return回来呢 我们pathcount是1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1回来 return1回来这边之后呢 我们这边的pathcount就变成1 然后呢 -3的左边跟右边也都找完了 所以它要return回去 所以return回去之前呢 把currentpath做一个更新 把-3拿掉 然后呢 return 我们的pathcount return1回去 return1回去之后 我们发现什么 发现10的左边跟右边也都找完了 所以它要做一个更新 所以把10削掉 把10拿掉之后呢 它叫return的pathcount pathcount左边是2 右边是1 两个加起来呢 是3 所以我们就有return3回去 return3回去呢 那这根题目给我们的答案是一样的 这表示我们的失录没有问题 好 那失录的话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code把它写一遍 那我们一样有一个什么 我们有一个define solution 那solution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root root是一个tree node 然后还有题目给我们的sum 是一个integer 然后之后我们需要return的也是一个integer 然后里面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写我们的小帮手 对吧 我们就可以这边就可以说叫它countpath好了 countpath里面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我们currentnote 这边叫它cn 就不用写那么多字 然后ts是我们的什么 target sum ok 然后呢 cp是我们的current path 由这三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照我们的事物来写code 对吧 我们就说if 那currentnote 如果currentnote里面没有东西的话呢 是一个空的值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 zero 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currentpath要干嘛 要去append append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currentnote thevol 对吧 对吧 把里面的值append进去 然后呢 要定义我们的什么 要定义我们的 path count 是零 然后path sum 一开始也是零 然后开始 从尾巴开始加 从尾巴开始加 我们就是要利用一个回圈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怎么从尾巴开始加呢 我们要先把我们currentpath的长度找出来 对吧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length 然后呢 cp currentpath 长度找出来之后呢 因为indice是从零开始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长度找出来 里面如果只有 一个值的话呢 那它长度会显示1 可是这样就out of index 所以我们长度要 必须要去减1 才可以拿到最尾巴的位置 然后呢 因为是往前加 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去把它减1 这样indice才会往左边去移位 然后我们的 indice是从零开始 对吧 所以我们的范围呢 必须要是-1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零包挂进去 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从尾巴往全加回圈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说什么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的pathsung 嗯 呃 我们的pathsung是ps 加等于什么呢 加等于我们的currentpath 这什么 这i对吧 因为i是我们indice里面的值 然后让它一直从尾巴开始往前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边确认说 如果 ps就是cern pathsung 就是pathsung的 这个键盘一直跑出来很讨厌 pathsung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targetsung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的pathsung是不是叫加1 跟我们刚刚思路 呃 画出来的一样 然后当往尾巴加加完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去往左边看 再往右边看对吧 这时候我们叫什么 呼叫我们的小帮手 所以我们这边就叫path count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写说我们的current node的左边 去往左边找 然后呢 一样把我们targetsung放进去 然后把我们的current path也放进去 然后这边再把小帮手再叫出来一次 然后这边就可以写current.right current node.right 然后targetsung 然后呢 current path 那当左边右边都找完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更新我们的current path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cpcurrent path.pup 这样子会把我们做一个值 去pop掉 然后就只要return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 path count就可以了 因为path count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小帮手的写法 当小帮手的这一行 这些扣写完之后呢 我们只要在外面呼叫我们的小帮手就好 那直接就是使用return什么 count path 哦 写错了 是path count path count 那里面第一个要放什么 放我们的root对吧 因为root是我们的kernel 然后呢 targetsung呢 就是题目给我们的sung 然后current path 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是一个空的list对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任何点 那这样子这题目的code就写好了 那看一下时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呢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点都经过它一次对吧 那就是一个o of n 但是什么 但是我们还从尾巴去往前加对吧 所以又有一个o of n 所以我们是o of n乘以o of n 那我们的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o of n square 对吧 那最好的情况呢 是我们有一个平衡的tree 就是我们tree是左右边都对称的 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我们的我们path current path的长度呢 跟我们数的高度是一样的 这样子最好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有n log n的timespace complexity 那n就是等于我们tree里面有几个点 好 然后呢 空间复杂度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用了dfs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是有一个stacks 需要一直去call它 要一直把它叫出来 所以就是一个o of n 然后呢 这应该就是 这是我们的worth case 因为我们还要用一个space去储存什么 储存 储存我们的current path 对吧 因为这边这是一个list 那 就是o of n 然后两个o of n加起来 对吧 其实就可以简化成o of n 那这是我们的 空间复杂度 好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我们现在把刚才的call 那打上去 应该先把小帮手写出来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叫它current path 然后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我们的current note 现在不用手去写 所以我们把call的话呢 把我们的名称写得更详细一点 所以我们current note 我们还有一个target sum 然后还有一个current path 由这三个之后呢 我们一开始要干嘛 我们要看我们的current note 是不是个空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写说 if not current note 那要干嘛 return zero 不然的话呢 current path 就要去append我们的current note 打val 由了这之后呢 我们继续定义我们的path count 也算是我们的结果 一开始等于0 然后path count path count 也一开始是等于0 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从尾巴去往前加 所以我们这边说 for eye in range length 什么 length of the current path 对吧 然后这边记得要减1 因为index的关系 然后我们因为是从尾巴往前加 所以我们要指针要往左边移 所以是减1 然后我们的范围呢 要到0 所以我们的听子范围就是负1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就可以说path sum 加等于什么 等于current current current path 然后呢 i的位置 然后如果path sum 等于我们的什么 等于我们的target sum 那我们的path count 就要去加1 好 这是一个从尾巴往前加的一个code 的一个写法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继续去往左边跟右边搜寻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就可以说 count path 等于current current node.left 然后呢 把target sum 一样放进去 然后把current path 也一样加进去 然后这边再一次 把我们的current node.right 放进去 然后target sum 然后current path 找完之后呢 既然当左边跟右边都找完之后 我们就要干嘛 我们要更新我们的current path 在return之前 对吧 因为这样子 它return回去的时候 才不会有多余经过的点 因为当这个点 return回去的时候呢 它已经 其实不算经过了 所以current path 打path 会把做一个点拿掉 之后我们就可以return什么 return我们的path 看 因为这是我们的结果 好 那把这写完之后呢 我们的主方程很容易的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小帮手叫出来 然后把需要的值放进去 我们目前的current node是root 然后呢 target sum呢 就是题目给我们的sum 然后呢 current path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所以是个empty list 好 那我们把这个code送出去看看 好 哪边拼错了 我觉得一定是哪边的 哪边打太快打错了 看一下 name current is not defined 然后在line 23的地方 所以23 current note 好 这边是一个current note 打right 不是current 好 再次要送出去一次 OK run answer 为什么是run answer呢 再来看 重新看一下我们的思路 我们有 count path count path里面有current note target sum 还有current path 如果current note它不是空的话 我们return 0 这部分没有问题 current path 要去append 我们的current note 打包 这边也没有问题 我们的path 看完一开始是0 path上一开始也是0 这边也没有问题 然后开始从尾巴去加 for eye in range length current path OK current path的 长度去减1 没有问题 然后 每次要走 指针要往左边移一个 然后呢 范围最后是到负1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 path 上面要等于 他自己去加我们的current path 当前指针的值 也没有问题 if path sum 等于我们target sum 这当我们的path sum 等于题目给我们target sum 时候呢 我们的path count 要加 要把自己去加上1 这边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count path count path 就等于继续往左边去找 所以是current note 打 哦 这边有问题 对吧 这边应该要写的是 刚刚我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 没有去更新我们的path count 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要写说 path sum呢 是加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count path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count path 每次都会return 我们的path count 对吧 所以path count 必须要去做一个更新 不然的话呢 我们每次return都是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return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path count 往左边去找 path count之后return1回来的话呢 那我们的 我们递交回去 才会递交1 给我们的之前的那个path count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call送出去一次 还是错了 为什么会错 我们再看一下path count 然后 count underscore pass current note打left 没有问题 往左边去找 它可以上 然后current pass OK 然后path sum 不是pass count 是pass count 因为这是我们的结果 好 那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很多type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把这个送出去 好 送出去之后呢 也没有问题 那这一题 就到这边 那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安时间 晚上10点呢 我会定时上传 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这些影片 也帮 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要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那希望今天的大家 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Peace